你见过民国军阀部队行军的真实场景吗 这位身穿军装 留着八字胡须的人是张宗昌 他是奉军第二军副军长 画面中的他身披大棉袄军装 在镜头前看上去很有大将风范 镜头里除了中方将领 竟然还出现了外国籍军官 据历史记载 张宗昌有一支1500余人的白俄军 他们骁勇善战 薪资是中国士兵的两倍 可见张宗昌虽是乱世军阀 但还是非常注重军队建设的 镜头一转 这是张宗昌步兵的行军画面 记录了张宗昌所步行军的珍贵场景 这些士兵身穿厚厚的大棉袄军装 各个扛着步枪 身上背着大量子弹 整齐地挥舞着手臂 快步流星地急驰而过 其中行走在中间的这四名士兵 见扛中机枪 旁边两人则是拿着子弹飞快跑动 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 张宗昌所步的综合素质非常之高 不得不说 张宗昌虽然是一介五夫 但在军队的管理上还是很有水准的